其实最早请的还真是运动员 那么你们知道 97年我高峰就做了百事可乐广告 97年你想想我就100万 而且还有别的 就是我每次出席一次活动 会有几万块钱 怎么回事完成以后还会有 我都不说了 就是说在97年的时候 你想想这些大的国际品牌 他们还是用了我们运动员 那么到后面 为什么会忽然 弄起来一帮的所谓这些演电影 唱歌演电影的人 就是因为资本进去了 用一些资本的力量控制完了以后 弄出来所谓的明星 现在一个是资本也没什么钱了 第二共产党开始收拾这些孙子 是吧这些电影明星们 这些明星的背后 就是这些资本老板的包装 他们都完蛋了 现在还听见一个范冰冰一个字 基本没了吧 前十年那范冰冰天天天 所有的什么时尚报纸 什么微博微信 所有的这些东西 反正所有的报道 就每天都有范冰冰 其实你想通了 都是共产党在这操纵 跟你跟看见的事实是在后面 你前面看见的只是一种表象 就看了